水加光 風加光就等於火 火加光就等於我 讓我與光再加上美 那水加光又會等於什麼? 另類Public Arts 你沒見過的水光塗鴉 這個這麼有趣 又環保的塗鴉方法 就是它想出來的 二十年前我曾在北京 去设计一个工作室 关于设计和产品的产品 在午餐时 我曾在一个公园 和一个老人用一个木材 去练习的链链链 在水中 这时我已经成立了 可能我可以用水 和灯 去做一个新的 这样的研究 去练习的链链 天佑珠 於是他用一千上萬個LED燈膽 拼成大型畫板 再加上橫養樹枝 令畫板遇到水之後 就會自動著燈 直到水份被蒸發 安堂娜說 水光圖鴉是一種Public Art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並發出的火花 才是最重要的元素 而每個人玩的方式都會不同 至於他自己又喜歡怎樣玩呢 原來充滿童心的他 最喜歡日本卡通和電子遊戲 還說是創作的靈感來源 水光圖鴉在歐洲、美國、日本 幾十個城市巡迴展出過 這次來到香港 大家記得去試玩一下